汽車教授 職人洗車用品專賣 Ultra Dash S3 地表最高CP執行車記錄器 哈囉 大家好 歡迎收看這一期的老四推車 今天2021年的Volvo XC40 T3 好啦 終於介紹到Volvo 之前有沒有介紹過Volvo 好像沒有耶 會員推車了 上次那個S60是不是 舊型的 我們這新Volvo 其實新Volvo我們一直都有 為什麼我一直都沒有介紹這個車呢 因為我本身對這個車沒有太大的情感 S40 S60其實我們一直都在賣 因為CP值高 那時候零件好跟伏特嘛 共用度高 但是呢 它這個新的以後啊 改得太新潮了 好不好 今天終於呢 遇到一台這個賣比較久 所以呢 我們可以來好好介紹一下 2021年的這個XC40 然後它是這個1.5 163匹的馬力 27公斤米的扭力嘛 這台車我記得之前我開過幾天 稍微測試開過一下 那有一些心得 我覺得蠻值得跟觀眾朋友分享 所以今天把它拿出來拍片 跟大家分享 其實觀眾朋友很多車都希望 小次分享一下開過的感覺 代表說這個 還是有參考價值的 對不對 雖然有時候比較主觀一點 好不好 來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車吧 新的車燈 雷神之錘之後的 好像就都差不多改這樣了嘛 然後再來再加上它這個 新的水箱物罩 這邊有一個它的雷達的探測頭 然後車頭呢我覺得這一次的 這個新款的不管是V系列 還是XC的系列 車頭看起來都 斯文中 是霸氣中帶斯文 還是斯文中帶霸氣 我覺得是斯文中帶霸氣 斯文中 對 其實猛一看其實是斯文的 其實我覺得外型它這次改造的還蠻成功的 防刮材質呢都用小面積的 前面加了一點點的銀色烤漆的點綴 延伸到側面的輪弧呢 它的防刮材質都做的比例不會太大 我記得之前跟大家分享過 這個防刮材質比例太大 就覺得會有廉價感 然後它的輪胎配得不錯喔 它換過啦 這馬吉斯啦 我記得應該是佩貝奈利 然後呢 車頭的部分呢 採用的都是 這個應該是塑鋼材質 引擎蓋 兩個葉子板 都是輕量化的塑鋼材質 側面的部分 它這個一定是要配盲點的嘛 這隻這個顏色還不錯 這個叫什麼灰啊 這個灰色我覺得還不錯啦 我覺得比較特別一點啊 總是跳脫一些路上大部分的大眾色嘛 有點偏藍色的灰色 然後它的後照鏡是坐在前門上面的 不是坐在這個三角窗的位置 好 然後它這個摸門呢 應該是選配的嘛 或者是這個後期 後期改款加上去的 我記得有沒有摸門的 我記得有沒有摸門的 但側面你看它這個車的側面的 這個所謂的窗框啊 全部用的就有一點點 這邊可能有省到一點錢 它用的就是那種橡膠原色而已 沒有任何的鍍鉻 也沒有任何的烤漆 金屬的攝影機一下 沒有天窗 因為我們這個是最便宜的嘛 當初是最便宜的啦 最便宜的160嘛 然後在上面一個等級 就B4應該是176 再來一個B5 B5應該是新車205 大概當時有三個等級 所以我們這個是最基本的等級 其實這個好像不是金屬 怎麼會這樣 它好像是 奇怪 這到底是不是金屬 應該是吧 怎麼那麼軟 當然 再講一次 板筋的厚度不代表安全性 好不好沒有關係 我們只是覺得 剛剛壓到就是會覺得有點 怎麼好像比較軟這樣 然後呢側邊的線條 我覺得做的很簡潔啦 對不對很簡單喔 所以你看它從這個葉子板 它的葉子板呢 是從引擎蓋延伸下來 所以它正常來講 葉子板應該吃上來 這個感覺有一點像 這個叫什麼 Vitala Susuki Vitala 車頭的設計是這樣 不相信你拍 那邊就有一台 它這個葉子 那個引擎蓋的摺線呢 超過葉子板 原本我們認知葉子板的範圍 所以它其實側面的線條很簡潔 除了輪斧以外就這一條線 來到這裡以後呢 這邊做了一點弧形 連手把都做得很簡潔 然後下面稍微做了一個 凹陷的一個線條 然後這邊做了一個線條 很簡潔的線條 所以有一種斯文感 屁股呢 一樣就是VOLVO尾燈的精神 我是不喜歡啦 好不好 這個觀眾朋友 只在留言一下 我們來統計一下 到底VOLVO尾燈 大家喜愛的比例為怎麼樣 為何 其實它現在在台灣 應該算蠻不錯 路上能見度其實 比起前一個世代來講 好很多了 可是這個尾燈 真的還是會 讓我有一些 沒辦法接受 好然後後面呢 後保險桿的這個 防挖材質的面積 就稍微比較大一點 一樣 跟這個車頭的保險桿一樣喔 中間下面呢 會做一個銀色烤漆的一個點綴 當然啦 每一台VOLVO上面 一定都要寫 銳點國寶 然後後面呢 有一個蠻厚的 距離其實蠻深的尾翼 來我們來看這裡 這個有沒有 欸這個 這有沒有角度 有欸 欸欸! 來來來來來而已 哇 很老實耶 太太太太 來看到這一隻知道了吧 有時候呢 我們在拍YT的時候 找題材的時候 是不是都要上網找資料 或者是放假的時候 你想要放輕鬆追個劇 當你找好目標 一頁兩頁三頁四頁五頁 正準備 透顧不是 正準備處理下去的時候 點進去一看 影片未允許在該地區國家播放 這時候怎麼樣 歸爛爬火 所以如果遇到這種遭地區鎖定 而不能看到你想要看的東西的時候 我們就需要Surfshark VPN的協助了 它可以輕鬆的破解區域限定的設定 讓你一秒看到你想要追的劇 跟你想要看的網頁 還可以輕鬆切換到 全世界一百多個國家 讓你想去哪就去哪 想看什麼就可以看什麼 而且Surfshark VPN 有軍事級的加密技術 讓我們的個人的資訊 也不會在網路上 衝浪使用VPN的同時 被有心的駭客 拿去竊取作為其他的用途 另外還有Creamweb的功能 讓你在看片子 不讓你在看網頁的時候 不會跳出那些會擋住你視線的 腦人的廣告 還可以輕鬆的排除惡意的軟體 跟攻擊的網站 還給你一個乾乾淨淨的流浪環境 現在就點擊我的專屬連結 或是在購買的時候 輸入我們的優惠碼 SSCAR 就可以得到 小獅汽車粉絲的專屬優惠喔 還可以再多送三個月的使用 如果各位用了不喜歡的話 在30天之內呢 還可以免費退款 這麼棒的VPN 你還在等什麼 SERVESHUK VPN 趕快用我們的優惠專屬連結 處理下去了啦 SERVESHUK VPN 讚喔 下面很大耶 一樣喔 它是補胎劑的 沒有備胎的 它是可以折的 它是讓你可以 可以折 可以放在這裡 有沒有 東西也不會滾來滾去 然後這個隔板 也是滿薄的 後面有一個12伏特的點煙器 然後這邊有做一個 應該要從那一側才開得了 中央扶手要放下來 哇這個那麼長喔 這個應該是枕頭吧 怎麼這麼長 差到這邊來 真的耶 這是枕頭嗎 可以拿東西 看一下它躺平好不好 現在那麼流行 這個叫什麼 露營 看一下屏不屏 欸平 有沒有 很平吧 很平啊 它這個算滿平的 那後面空間也滿標準的 因為這個LIFOVO裡面 也算是一個小休旅了吧 那這邊當然也有 這個直接鎖門的功能 腳踢的電尾門 那後面也有一個按鈕 可以直接按的直接鎖門 來我們來看一下 車室裡面 它這個正常 我記得應該只有單電動椅 而且沒有這個 後肌 吐舌頭的功能 好那這一台我不知道 我真的有時候 搞不太清楚 它這個到底是選配呢 還是它後期 小改款前送的配配 如果據之前 副駕駛座的電動椅 應該是要選配的 還有沒有這個座椅延伸的功能 這個我不太懂 這個車 那通常啊 VOLVO皮革從以前就是稍微 它的皮面不是那種軟皮的 我覺得 有一點燒硬 然後會做一點皺褶 其實還蠻有質感的啦 沙發等一下再做看看 好門板上面呢 有一個銀色的 類金屬飾板 兩組記憶電動椅 那門板這邊呢 植了大量的絨毛 這個絨毛延伸到上面 面積壓還蠻大的 然後扶手的地方 這都皮革耶 好久沒有看到車子做這麼多皮革 其實VOLVO車子一直設計都是很剛硬 就是你放眼望去啊 這是一台很直男的車啦 直男你知道嗎 理工男你知道嗎 感覺呢 他們的這個設計都是非常的 我們台語叫做頂道 就是很直男的感覺 一大堆臭男生設計出來的車 類似的感覺 然後我們來做一下 它這邊都會做一個標籤吧 這個沒有標籤喔 它的駕駛座怎麼會沒有 這裡副駕駛座有而已 有沒有 駕駛座沒有 奇怪他們都很喜歡設計啊 以前我記得Saba有沒有 會有一個皮革的吊牌你知道嗎 就像你買皮衣啊 或是買皮鞋啊 有的會多一塊 它有點像衣服的吊牌一樣 可是它是做一個皮革 就是證明說這個皮是用那個皮 喔就一樣材質 Saba也是瑞典的嘛 全彩一斤 是12.3吋 中間是直的9吋螢幕 螢幕做的蠻漂亮的喔 這個框 整個框都是做鋼琴烤漆的以外 出風口 銀色這個做的非常有質感 有別於以前傳統的一些設計的模式 這邊有一排的影音系統的控制 大小聲 三角警示燈也做到這邊 喔蠻可愛的 捷複模的有幾種喔 Comfort Dynamic Eco 還有Off-Law 四輪傳動喔 這有四輪傳動喔 怎麼可能 前輪驅動啊 那為什麼會有Off-Law 它是叫路面不平 所以路面不平 Off-Law這個東西 它沒有一定要四輪傳動 我一直以為只有四驅才有 因為這個名詞啊 這個按鍵 這個功能啊 從我以前 我只看過在四輪驅動的車上面有了 好啦 反正觀眾朋友應該 應該會留言教我吧 來中間呢 這個有一個 這好像有 好像有無線充電喔 沒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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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有欸 我真的覺得齁 欸我不知道 我先講啦 我不確定是不是我手機的問題 因為我手機是有裝殼嘛 但是這個可是它原廠有這個叫什麼 FigSafe 無線充電的 所以呢 我其實不只它這樣 我已經在很多車上面了 包含我那個MG也是 就是 它不是很隨意的 你放著它就充了 它必須要我壓著它 它才會充 你看像現在不充 喔充了 它現在好不容易充了 然後你開車開一開有沒有 它稍微動一下就不充了 它並不是那種 很隨意的 你把手機只要放在指定的位置 它就充電 甚至你有時候開車稍微震動一下就不充了 然後在那種要充不充的無線充電狀況之下 你的手機超坦 好 然後呢 它的排行桿很可愛喔 它設計一個圈圈 所以你的手指頭是可以插進去的 這在冷載即殺載 你如果手指吸一點殺載 那正常用兩指也可以 就這樣去排打 然後去推 還不錯 我覺得這個是蠻特別的設計 我一直覺得Volvo的這首 椅子皮革的車縫線啊 嘖 就是都車得很 很直男 很直男啊 就是 說不上來 你覺得要怎麼形容 還是你覺得還不錯 我沒有覺得不錯 就是普通啊 合格 就是很 美感 沒有美感啊 就是很很很直男 很理工男設計的東西就對了啦 簡單講 就他可能只有想到說要讓你 坐得蠻舒服的 耐用等等 但是他沒有想過 好不好看這件事 你像觀眾朋友在幫我們留言一下 這個要怎麼形容 我是不太喜歡啦 不是有很多人會拿車子的椅子 去做成 辦公室的電腦椅或什麼嗎 嗯 我就問啦 你會不會拿Volvo椅子去做 這樣看起來是不會 對對 大概就這個意思 好 然後這邊燈 這都LED的 閱讀燈 小閱讀燈 然後這個鏡子有沒有燈 有 鏡子裡面有燈 好來看一下方向盤 天系 不過皮質還不錯 握感也還不錯 然後呢 哇他這個也是他媽的理工男 你看 他把這個按鍵做得 淺顯易懂 你看喔 他這個比例超奇怪的喔 就是很大 你看他爸爸媽媽的手機的感覺 那個訊息寫沒幾個字就換行 因為字體很大 就是類似這種感覺好不好 然後他是三幅的 中間呢 是一個小小的正方形的一個喇叭蓋 喇叭是大聲的 好那中間有一個這個 延伸過來 從中間延伸過來的一個銀色的示板 這個中控這邊有 點焰器的插頭跟兩個Type-A 現在手套箱都坐好小喔 可能為了要這個空間吧 就是盡量的簡化這個 叫做T字形的位置 所以呢 我覺得現在很多車的手套箱 其實都坐得不大 好 好那我們看一下後座 前面我剛剛調好是我開車的位置 來讓大家看一下這個後座的空間如何 好這個是前面駕駛座 是我的駕駛的座姿 其實蠻大的耶 椅子怎麼那麼直啊 為什麼 不能調了嗎 好像不行耶 不行了 這個最挺了 好後面一樣有一個出風口 跟一個這個是Type什麼 Type-C兩個啦 我以為它插一個點焰器進去耶 沒有 兩個Type-C的充電孔 後座出風口也是一樣 做這樣的音色 我很喜歡轉這個耶 這個如果觀眾朋友喔 你去 有機會看這個車 你可以轉一下這個 這個阻尼感真的很舒服 真的啦 這個阻尼感很療癒 還能啪一下那個聲音 喔沒有 喔 給大家聽一下 療癒 這聲音還滿療癒的 看一下剛剛浮手 喔 哇好高喔 我覺得在一般的使用 應該是滿 滿符合一個小家庭的使用啦 它這邊有做兩個小勾勾 這邊有一個小勾勾 做的位置有點詭異 它是做在B柱的側面 一般小勾勾會做在這一面嘛 它是做在這個側面 是有點詭異啦 它有做兩個小勾勾 讓你吊東西的 好啦出發 試車 這台車開起來 感覺不知道如何 出發 今天開什麼車啊 DMWM5 是 韓國喔 你今天開什麼車啊 我今天開賓士C63 不然老闆你開什麼車 法拉利296GTB啦 想說買個296GTB也不錯啊 其實我可以再買一個羅馬 羅馬你知道嗎 唉唷可以喔 不是啊 認真一點好不好 弄些超跑來開開 你看我開這種的 我不開都帥死你們 你們這樣我生活都沒有挑戰了 給我一點挑戰嘛 處理一下 法拉利啊 會跟小勢一樣 熱愛車主文化 衛車瘋狂的同好們 小勢剛剛玩的遊戲 就是最新推出的這一款 電鋒技術 電鋒技術 採用頂級的遊戲引擎開發 每個玩家 不僅能夠自由的切換 多種的視角 還可以精準的控制你的油門 更厲害的是 你在草地上跟賽道上 會有不一樣的手感反饋 根本就是身歷其境最爽的一個競速遊戲 除此之外 巔峰奇速還擁有40多家汽車品牌 正版的授權耶 除了一般常見的 B&W 法拉利 藍寶堅尼 連奧斯頓馬丁都有 收入超過100輛的跑車 遊戲採用1比1 雷射掃描3D建模 鬆實還原車輛 從內到外的細節 更屌的是 所有車輛的引擎聲浪 不管你是換檔 回火燒胎 所有的音效都是真實車輛收入 而且自動調整 遊戲更還原出1比1 世界知名的賽道還有街道 就算你不出門 也可以感受到 在世界上各地的賽道街道狂飆的快感 再加上還有多種PVE 還有PVP的模式 讓我們玩家可以在這些賽道上面 跟其他的玩家競賽 更棒的是 跟現實是一樣的 有獨特的改裝組件可以選擇 我們可以制定一台屬於我們自己 獨一無二的愛車 這根本就是一個360度內外沉浸的體驗 簡直太完美了 各位愛車的觀眾朋友 電風奇速已經正式上線了 App Store跟Google Play 都可以下載到這個遊戲 趕快來體驗這款 擰真的競速賽車遊戲 現在登錄 兩天送你藍寶堅尼 七天就會送你法拉利 還有240抽 幫你實現超跑自由 開法拉利 再也不是夢了 而且他這很奇怪 你看他現在在P檔對不對 你要打D對不對 不行 你要兩下 剛剛是N 喔 他沒辦法直接進D 對所以要習慣一下 我剛開始的時候也是習慣一下 所以你要D也是兩下 1 2 一樣 而且啊 一路檔 你可以聽到那個引擎 滷滷滷滷滷的聲音 再一次喔 你聽喔 我擺兩下喔 1 2 有沒有 有沒有 嚕嚕嚕嚕 好 不知道在嚕什麼 好 出發 這個起步超抖 有沒有聽到抖的聲音 有啊 很大聲欸 起步就是會抖啊 有沒有 這麼抖的嗎 三缸啊 三缸啊 而且他隔音比我想像的爛 你聽外面的車過去 滿明顯的 滿明顯的對不對 我剛開到我想說 這就是VOLVO隔音嗎 怎麼會這樣 隔音沒有想像中的好 可能因為我們給他的刻板印象嘛 對不對 我們會覺得說 開到VOLVO應該要很安靜 可是其實沒有 底盤也很適 瘋瘋瘋的聲音 我現在還沒有上高速公路喔 底盤聲音也滿大的 起步會抖動 就是開起來我沒有高級車的感覺 是不是他XC40的關係 用料沒有那麼的緊繃 還是為了要做評價一點 你們想像中的理想 160萬喔 就是不平 後來他好像有降到140 140左右 T2的時候 不過這個是不是現在沒有賣了 沒有 他好像剩下T2啦 沒有T3了 好像沒有T3了 不過他配備應該是給得很好喔 他的那個Level 2 剛剛我已經有感覺到 他的那個車道方向盤也在幫我做 置中的輔助 然後我很喜歡一點 就是他的這個警示的聲音 剛剛也一直聽到 那個聲音有沒有 我覺得聽起來很溫柔 不會給人有緊張感跟壓迫感 我們剛好拍完BMW嘛對不對 你如果是BMW的 聽起來超級無敵 有壓力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們剛剛是因為低油味 我們現在油是不夠 所以他 他有警示我們 還有一個他有在這個 提醒我們速限 所以 他的警示音我覺得聽起來是舒服 我覺得有些聲音 包含這個方向燈的這個聲音 我覺得都是比較有質感的聲音 對我來說啦 其實速度起來之後呢 我覺得現在的小排量 渦輪都有一樣的問題 就是你的起步 一二檔的時候 會覺得沒有質感不好開 像上次408也是這樣 因為他車算不輕嘛 你看齁 1600公斤左右 然後他的這個油耗 10-13-15 所以 以他的這個車重 跟他油耗的表現呢 算是 合理 而且我開這台車啊 我覺得最 我最不喜歡他的一點就是 他的再加速 當你鬆開油門 再加速 哇 遲鈍 你等於會思考人生 不是那麼的救手 開起來不是特別順的感覺 可能你要花一點時間 去習慣一下 他的這個油門的加速表現 因為真的特別明顯就是 你把腳鬆開 再加速 他就是會遲鈍一秒 而且在爬坡的時候更明顯 低速的時候更明顯 好我現在決定要把它的 狀態改變了 抓一副MODE把它改變一下 敏捷駕駛 好我把它改成 敏捷駕駛模式 Dynamic 難怪我跟你講啦 很多的 不管是V40也好 V60也好 XC40 少數的車主 講求順暢度的車主 會去寫軟體 因為我覺得 以這個變速箱的表現 油門的反應真的 開起來不是特別的 容易上手 不是特別的順 那我現在把它開到 Sport檔 因為它維持高轉速 它有把我轉速向下 轉速把我後再三千檔 所以我隨時在加速的時候 還OK 等一下我再三度再測試一次 Sport加速銜接 有比較順暢一點點 但起步還是不行 整個起步的質感也不太好 來底盤 不過底盤我覺得還不錯 我覺得它的底盤 是比較偏向運動系的 但是我覺得 這一台Volvo車的底盤 也有一點點 顛覆了我以前 對於Volvo的一個想法 包括我們常賣的 在前一個世代的Volvo 我覺得那時候的底盤 開起來是屬於比較穩重 比較有重量感 比較柔和一點 但是這個XC40給我開起來的感覺 其實非常的有抄架感跟運動感 蠻有運動感的車 而且它雖然是 它的休旅車裡面算比較小台的 但是過所有的坑洞 所有的人孔蓋 處理路面凹凸不平的狀況 都不會讓乘坐的人 或開車人覺得不舒服 這起步麻一下 它的起步會 你連椅子都覺得麻一下 屁股會麻一下 我覺得這個 應該在山路表現是會蠻不錯的 剛剛說它的輪胎規格是什麼 235 55 18 235 55 18 好 來吧 上山 試一下 來吧 我們現在也是運動模式 來 轉速稍微來一些 4000轉 好 5000轉換檔 這底盤其實很不錯耶 認真 它比我想像中還要硬 對 不會死硬 不會死硬 但它處理很好 它雖然硬 但不死硬 而且比我記憶中的Volvo 我覺得在剛硬當中 它終於多了一些柔軟性在裡面 所以它在這個底盤的處理上面 更為細緻 比起上一個世代的車 而且指向性很好 我從來沒想到指向性很好這件事情 會用在Volvo上面 Volvo就負責整台做跟戰車一樣 沒有管你開起來怎樣 你知道嗎 整台就負責把你做得結結實實的 對於操控這一點 從來都不會是在Volvo車系上面 會出現的一個形容詞 至少我從小到大是這樣 也不是說它操控不好 也許跟其他車比起來 沒有那麼的特別 但我覺得這一個世代的這個XC40 讓我覺得 其實它是可以把彎道處理得很好 加速就不太行 過彎以後再加速就是會遲疑 然後速度聲音上來 但速度其實不快 例如我們現在減速過這個彎 我稍微吹個油門 有沒有 感覺到遲蹲一秒 沒有這麼的隨傳隨到的感覺 避震器對於側傾的抑制 還滿不錯的 但是它這個椅子是沒有包覆性可言 完全沒有 對 我一直滑來滑去 對 它的椅子很滑 沒有包覆感 我現在才知道 為什麼那麼多人去買這個車子 但我的話 我會買2.0的 我這樣說可以嗎 因為我們這還是1.5 我應該要說要省睡機買1.5的 就好了 就夠用了 可是我真的覺得這個如果2.0的人會好開更多 你看 啥小啦 現在的車就是這樣 不是只有它喔 現在的很多車 包含我的保時捷也一樣 像剛剛我是要彎道 要彎道對不對 前面是不是路邊有聽一台病室 它覺得我要去撞它 我曾經我保時捷還幫我踩過煞車 彎道的頂點有車 那它以為我要去撞那台車 它幫我踩煞車 很可怕 科技配備啊 真的很可怕 然後你想要把那個預防碰撞關掉 你用毛毛的 還有一次是 比如說我在路口要左轉 我是不是會再車到旁邊等 然後有一台摩托車還離我很遠 那我是左轉 慢慢左轉是過得去的 然後我打左轉燈 我就想要先過去 他把在路中間幫我踩煞車 因為他覺得那個摩托車要來撞我 嚇死 這樣反而更危險 那很煩啊 後面那台要跟著我一起左轉的車子 差點撞到我 保時捷喔 我那台台抬抗喔 我本來緩慢的過去 然後摩托車 隨後過去 OK 對不對 但是呢 反而我轉到一半 他把我踩煞車在路中間 那摩托車不知道會不會撞上來 加上我後面那車 不知道會不會撞上來 對啊 很可怕 然後呢在那之後 我就很想要把 防撞這個東西 關掉 但是怎樣 又怕怕的 但它也沒有強度可以調 沒研究到那邊 應該是沒有 據我的 據我所知應該是沒有 那會很可怕啊 因為是在你沒有 預知的狀況之下 被忽然踩煞車 那個你沒有做好心理準備 會嚇到 就像你跟女朋友 坐在坐坐忽然 無預警 會不會 還是你都會提醒對方 好啦 反正我要做總結了 這個車呢 我覺得 你們自己評估 如果花160萬 那買一台 進口的 一個比較 算進口的陽春車嗎 欸它這個160萬的價位 其實你可以買 提罐對不對 那提罐跟這一台 你會選哪一台 提罐 為什麼 比較大 你覺得空間是不是 嗯 反正每個人選的不一樣 對於這個 開起來的感覺 那這一台我真的對它的那個 油門加速 我真的覺得 不太行 質感很差 這個引擎的運轉質感 變速箱的銜接操控 我覺得都不是很好 你看一直抖有沒有 對啊一直抖 有沒有 一直抖對不對 到檔低速的時候 品質很差運轉 畫質還不錯 反正畫質算不錯 但是它這個是虛擬的嘛 對虛擬的畫質 好啦 那這個車呢 這個我記得2018年喔 XC40就有了 現在呢 如果大家要買這個 XC40呢 買到最舊18年 應該已經在百萬以內了 那已經相對來到一個 我覺得算甜蜜點 再加上它之後的改款 有降過價錢 當然配備上有差異性 也不一樣 它後來最後有調到 價錢140萬左右 最便宜的 那這個 如果觀眾朋友 對這個二手車有興趣呢 其實可以去做個挑選 而且我覺得 在Volvo的車系上面呢 你除了排除一些 它喜歡在外面 做戶外活動的 因為其實有很多 做戶外活動的 家庭很喜歡買Volvo的車 包含旅行車 包含它的休旅車 所以呢 很多Volvo在市場上的 里程數很容易偏高 你像我們這台 2021年跑四萬 其實有點高了 有點高 所以大部分呢 你如果排除掉一些 這個里程數偏高的車子 真的太高 不能接受車子以外 那第二點就是 Volvo的車其實你比較 少機會去買到改裝車 有 但是我覺得比起 福斯 奧迪 雙地 我覺得少很多 Volvo的車從以前到現在 生長出來就是 它的長相 它生出來的長相 就是一台家庭用車的長相 所以呢 你要買到這個 真的被爆改超過 換東換西 改一階二階三階 改東改西的機會 其實少蠻多的啦 所以其實耐心挑選 應該是可以挑選到 一台還不錯的中古車 好啦 那我們影片今天到這邊 喜歡影片記得訂閱留言 非常開啟小鈴鐺 下週見 掰掰 供電服務營運商 Hoda Best is what suits you 你知不知道 我們要講這個嗎 你下次注意 你知道 拍A片的那個男生 要怎麼 提醒 AB女優說 我差不多了嗎 就是你差不多要 演得更加激烈了 你知道嗎 他會用手去按他的 肚臍旁邊那邊 是嗎 答案號 你不知道 我不知道啊 這專業人士才會知道 他是一個按號 對呀 按號什麼你會知道 因為你看久了就知道了 老司機 什麼叫老司機 老司機就是你看久了 打按號的